12月19号,安徽京县有一位老农民在土葬之后,坟墓被当地政府强行挖开,遗体被烧成了灰烬。 死者名叫成昭墓,是京县一位普通的农民,12月13号去世,16号下葬。 随后,家属收到当地民政部门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,要求他们在12月18号临时前起尸火化,否则将强制起尸火化。 12月19号上午,已经下葬三天的成昭墓的墓穴被挖开,尸体被现场火化。 有什么公安、武警啊、交警啊,就是有二十几辆车,还有两辆大东巴,还有殡仪馆的车、消防车全部过来了,就过来,等我们赶到的时候,他们已经布了警戒线,不让我们过来。 这样的行为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愤怒,但是安徽禁县民政局局长称,将墓穴挖开现场火化,是按照禁县民政局殡葬管理的相关法规来进行的。 家属没有按照整改通知书的要求执行起尸送病医馆火化的措施,民政局最终只能按照安徽的相关规定强制执行。 在2012年修订2013年1月1号正式发布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中,已经废除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的条文。 关于这件事情的最新消息是,京县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称,安徽省政府高度重视,目前正在当地调查处理。